欸沒有 叫陳怡沒錯吧 陳怡啦 下次希望你可以帶我打個LO 好啦可以聊啦 你有話就好好的聊 不要在那邊 像個屁妹一樣 我覺得很多時候你的腦絕對是好 而且你LO可以打那麼好 一定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好啦我們這裡都是笨蛋 OK 蛤 妳北大法律最聰明 我沒有覺得 先去跟你講 沒有辦法解決它 聽不懂嗎 好啦妳有什麼話 最後要講的 我最後 我要 Coin要結束了是不是 我還蠻想跟你聊聊的 我們好不容易 電愛成功 統神陳怡電愛成功 喬Toys超哥事件 粉紅泡泡曖昧指數UPUP 妳覺得那二十幾分鐘是一個 美食公大伯應該做的 評論的事情嗎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他美食公大伯的風格 本來就是如此 他去別的餐廳也都是這樣子 他那個人本來就很容易口嗨 而且他本來就是靠這樣做流量啊 對 對就是這樣子 就是每個人立場本來就是不一樣 但立場即使是不一樣的話 也不代表我們是對立的 兩人各自表述 陳三斤這一次挺Toys 統神則讚超哥那方 雙方談了快半小時 幾乎都在鬼打牆 不過吵著吵著 粉紅泡泡就出來了 好啦可以聊啦 你有話就好好地聊 不要在那邊 看著屁妹一樣 你在那邊鬼叫嘛 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說 說你站在那個 Toys那邊是不是 他被超派打這件事情 我確實是站他這邊 這件事喔 我經常看到網友分手 他說超派有上學的方法 第一方法就是直接跟Toys對吵 對吵的話就是被Toys的網友湊 第二個方法就是把Toys趕走 那也一樣 他就說這個老闆怎麼樣 我今天只來吃個飯 他就來趕我走 第二方法就是扁他 扁他是不一定贏 可知道有機率贏 就那麼簡單 所以你覺得第三個方法 是最簡單粗暴的方法 沒有是有機會贏的方法 因為現在兩個方法都不會贏 只是因為我們是工作人物 我們要生活 沒辦法 不是說打人一定是錯的 你那是說你是工作人物 你要生活 所以你沒有去揍他 其實你非常的想揍他 對 做了超過一定程度的事情 你被揍就是活該 會有那麼多粉絲支持 我覺得雖然大家會覺得說你沒有邏輯 但我覺得很多時候你的腦絕對是好 而且你LOW可以打那麼好 一定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你有很多方式可以處理他 好啦我們這都是笨蛋 OK 蛤 我 你北大的法律最聰明 我沒有覺得 我沒有覺得 其實跟你講沒有辦法解決他 聽不懂嗎 你不會打女生吧 男生應該通通通都說不打女生的吧 我覺得我是因為女生才沒被扁吧 豪哥打人是錯的 可是他是忍無可忍才打 Toyce白目 雖然他超級白目 非常白目 可是不管怎麼樣都不能打人 可以可以 你讓你對阿對阿我覺得OK阿OK阿好 阿妳有什麼話最後要講的 我最後要結束了是不是 我還蠻想跟你聊聊的 我們好不容易電愛成功 大家就是這樣交個朋友嘛 OK阿對阿 感謝我可以跟童神好好的對個話 欸妳那個叫陳怡沒錯吧 陳怡啦下次希望可以帶我打個LOW 抱歉抱歉 我一直想說陳希 妳的認明是妳本名還是妳有改過名字 本名本名 謝謝童神 好啦謝謝童神啦 那他們別事 好我們保持聯絡啦 好保持聯絡 謝謝童神 下次有機會再離線啦 要隔空打到是不是啦